元平和战很复杂,也很简单 简单到一句话就能说完 1159年,平氏杀元氏一族 26年后,1185年,元氏杀平氏一族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故事 也是一个全元恶人的故事 1159年,元一朝因不满自己的风味 比平氏武士首领平清胜低 拘禁了后白河上皇 经过争斗,平清胜击败元一朝 元一朝一族 如元赖朝,元一京等几位尚未成年的幼子被流放 其余皆被杀 元赖朝被流放一斗 元一京等被寄养 平氏开始专揽朝政 1180年,平清胜逼高仓天皇退位 并拥立自己年仅两岁的外孙 严仁亲王继位为安德天皇 后白河法皇也早已被平氏软禁 怨政制度开始崩溃 皇族以仁王起兵讨伐平氏 兵败被杀 元一重在信农起兵 此外,当年被流放一斗的元赖朝 也和澳洲赶来的弟弟元一京在富士川会合 兄弟二人以连仓为根据地 经营关东武士势力 元一京负责作战 元赖朝负责统筹 1183年,元一重攻入京都 后白河法皇担心元一重做大 考虑到元赖朝的父亲和元一重的父亲 发生过兄弟相残 按照元赖朝讨伐元一重 1184年,元赖朝元一京杀元一重 同年,元一京骑袭一只骨 平氏死伤惨重,退至乌党 元氏圣局已基本确定 元赖朝开始对元一京有防范之心 1185年,元一京将平氏残部赶至潭之浦海上 元赖朝想起当年平氏诛杀元氏一族时 放过了自己和元一京等几位未成年的幼子 感慨万千,决心要吸取平清圣的教训 斩草除根 最终元一京大圣 留有平家血脉的安德天皇 被外祖母告知 波涛之下也有帝都 投海自尽 享年八岁 1189年,元赖朝元一京兄弟反目 元一京逃回澳洲 后澳洲首领腾元秀横去世 元一京被妻子出卖 被逼切腐自尽 半年后 出卖元一京的藤元太衡 被元赖朝所杀 1192年 元赖朝完成霸业 建立连仓幕府 下面介绍几个景点 莲华王院本堂 又名三十三间堂 由厚白河上皇下令 平清圣组织建设 本尊牵手观音 佛堂有上千尊立氏观音像 用百目雕刻而成 并以金箔包裹 每一尊都有二十多双手臂 此外 从三十三年堂步行五分钟 即可到达法柱寺 院政时期 曾以法柱寺为中心 建造厚白河上皇的宫廷 法柱寺殿 后来受到原意中的攻击而焚毁 厚白河上皇驾崩后 法柱寺在原址重建 上皇被葬在寺内的法华堂 法柱寺也成为守护御灵的寺院 阎岛神社 阎岛神社修筑于赖户内海海滨的朝间带上 神社前方立于海中的大型鸟居 被誉为日本三井之一 1146年 平清盛担任安逸守官后 阎岛神社就成为平氏一族的参拜地点 京都 济光院 山号 清香山 本尊 地藏菩萨 济光院是平德子隐居 并度过余生之地 平德子的儿子就是那个跳海身亡的安德小天皇 平德子的父亲就是平氏首领平清盛 平德子当年跳海后被俘虏 在经历人间繁华与泡影后 顿入空门 最后消失于济光院 山口县下关市御上川公园 鉴于国道九号和关门海峡谈之谱之间 因为12世纪的谈之谱之战 及19世纪的下关战争 发生于公园旁的海域 在公园内设有许多与这两场战争有关的纪念设施 此外 由于距离跨越关门海峡的关门桥仅200米 也成为观赏关门桥的景点 当年 中国疲弱时 签订的所谓马关条约里的马关 就是这个下关市 镰仓白旗神社 古时候 从寒川神社请佛后 祭祀寒川比古命而修建 后 元一经首集葬于此处 1249年开始 在此处有祭祀元一经的活动 最后 对于元凭合战 我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们下次再聊